3月25日跳水女皇郭晶晶在神圳出席地球一小时的活动 蝙蝠打扮的她看上去瘦了不少 状态实在不错 皮肤好像会发光一样 随后网友注意到她手上的婚戒 她与丈夫霍启刚一样 自从结婚之后就婚戒不离手 时刻告诉别人他们的已婚身份 此前霍启刚被问到对家人当家霍启刚有什么想法 她说了八个字 没机会了 我结婚了 实属恩爱典范 郭晶晶不管是作为当初的跳水女神 还是如今豪门扩胎 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不仅因为她昔日为国家取得了诸多荣誉 也是因为她即便加入豪门依然坚持本心 不炫富不奢侈 起了很好的模范作用 郭晶晶不仅获得了大众的尊重 如今郭晶晶也得子成双 也身受货架的器重 更是将家族的多份事业交由郭晶晶打理 据悉郭晶晶名下至少有10亿财产 郭晶晶经常出入各种高端的商务合作 此上活动现场只是近日郭晶晶出席活动的一组照片曝光 照片中郭晶晶的头上赫然出现了白发 这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其实这都与她年轻时大量的超负荷训练有关 为了做到最完美的空中动作和入水选择 郭晶晶选择了睁着眼睛入水 这对她的势力造成巨大冲击 如今她的双眼势力已经激进失明 只有0.2的势力 2的势力